功夫没有捷径 要想像胡萝卫一样 将柔软脆弱的内脂豆腐 切成毛发粗细 考验的不如 上层的白杆细腻紧实不易断 但即使是这样 要想把一块白杆切成几百根干丝 也绝非易事 刀法是第二位的 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平静 火腿 鸡脯 冬笋 三种极鲜的食材 鲜皮薄片 再切成直径不到0.5毫米的细丝 刀工 中式烹饪的核心技艺 代表一个厨师的功力 缩一刀法 依靠手腕控制 下刀的力度 位置 方向 全在方寸之间 大吃一惊 或许可以说 中国人用豆腐 表达了自己柔软电通的适应性 所有的这些 让一粒黄豆得到了升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